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你在可怜我吗 啊 终于赢了我 你很得意吧 那 林峰 你在说什么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之所以拼命练习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比我厉害 我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你不要开心得太早 我会赢的 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林峰 来了 你说过 只要袭击那些参赛选手 我一定会赢的 这你都不懂 因为炎魂 只要有它在 你永远也赢不了 你说什么 只有炎魂消失 你就是最强的 消 消失 不行 难道你想就这样输给月城 月城 哪个不去死活的家伙 我 有问题吗 队长 原来是你啊 你的任务报告呢 别告诉我你又忘了 报 报告 呃 那个 大家都知道 从天火出现开始 所有受到攻击的人 都是赚比大赛的选手 这些选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凌峰 什么 没错 每一个被袭击的人 都是凌峰的对手 凌峰因此不战而胜 直接禁忌 不可能 你们忘了吗 凌峰之前也受到了袭击 他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受伤呢 凌峰根本没有受伤 他恐怕早已知道我们的身份 你们根本不了解凌峰 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那你知道他还有另一面吗 他就不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 犯人一定另有其人 我会找出来的 你等着 月城 好 哼 胡说八道 哪啊 不能直视啊 怎么 连你也想跟我做对了 快快快 放开我 我 月城 你真的相信凌峰是无辜的吗 要不是凌峰 我们转笔社团的人 根本不会进步 我也根本不会赢得比赛 凌峰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 阎魂 你应该知道的 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好 凌峰 你上次不是说过 要跟我再比一场吗 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那场比赛 那就来吧 让我见识一下 炎魂的真正力量吧 超炫天火 哎 天火 上 原来你真的是天火的奇遇者 凌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呢 即便 我 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